大家好,歡迎收看大人堂,我是澤SirCarrie 今天講講鑽嘴,不過先講一些比較特別的 首先我桌上這幾樣,有些比較特別的鑽嘴 首先講講鑽石,不是鑽石,是鑽石屎時會用到的鑽嘴 首先舊底會用到像我們這隻,很快刀片 我們鑽什麼呢?就是鑽瓦子,因為你不想它爆的時候 首先會用這個,鑽穿了鑽子 但是有些特別硬的時候,這些可能是很尖的關係 比較容易鈍,就會用到這隻 這隻上面有些鮮汗技術,把金剛砂鑽放在這裡 放在電坡,磨了孔之後再鑽孔 好了,我講厲害一點,在我前面這一集 其實鑽孔很大影響是什麼呢? 就是排走一些石粉 因為當石粉卡在這裡的時候,就會形成高熱 然後轉頭,經常說轉頭會掉 因為高熱關係 就像我手上這支厲害的東西 這支,看到這支是紅線,大家都認得應該是Hilti 那這支,看回前面的頭的時候 其實就像開地鐵大隧道那些 整部機都這樣轉,轉,轉開洞 沒錯,你看到每一格之間 其實有頗大的空位 是被石粉排出來轉的 所以有時候有些朋友就會問 嘩,澤克Sir,現在出了很多 多少飯啊,多少飯啊 是不是越大飯數就越好呢? 其實未必的 以我個人經驗來說 你越小,好像在說二分 或者再小一點的時候 當你的頁數,即是轉腳,腳片頭的時候 你越多的時候,你排屎 我叫排屎的機會就越小 越積住的時候,越難排走的屎 又高溫,令我的頭比較老化 好像轉小一點的時候 其實我發覺這支,看到嗎? 三藩,這個叫Y字頭 這個品牌的鑽咀,其實它的定位定得很準 而且它排屎的速度是高的 那這一支我要說什麼呢? 這支為什麼呢? 嘩,這麼長的呢? 這支鑽咀,是12號來的 這裡是兩尺長的了 那什麼時候會用到呢? 其實呢,其實都是型的 對我來說,都常用到的 例如我轉一些洞的時候 首先要探路,何謂探路呢? 因為你知,轉到建築場的時候 裡面有很多鋼筋的 那你轉的時候,貓貓然 用這輪去轉的時候 九成很大機會撞到鋼筋 撞到鋼筋的時候 當然你可以減速轉穿它 當然有機會避開就避開了 那所以,我就用這支 這麼幼身的 在長身上,線轉了 探路了 這個位置OK的 沒有鋼筋的時候 才再撞大的去轉 那所以其實 我有時候會帶著這一支 在工具箱那裡 就以備不時之需的 好了,下一個要說的 就叫做豬籠鑽 就像這一支這樣 這一支 所以,何謂豬籠鑽呢 你看到 是很尖 前面有一個定位的 還有這裡呢 牌子這裡呢 是很利的 為什麼呢? 豬籠鑽鑽呢? 就是鑽木 平時我們是叫木洞 或者為什麼要這麼長呢? 就是為什麼 會用到這麼長呢? 就好像特別是電燈師傅會用到 有時候的櫃子 它很厚身的 你要穿電線 或者你要過了幾層板 才做事的時候 就會用到這麼長的豬籠鑽 轉進去的時候 就會起一個洞出來 就可以方便穿線 但是 哇! 這支豬籠鑽好像 很棒 但是用途很少 對我來說 其實我反而 會保持一支這些鑽身 比不用豬籠鑽 為什麼呢? 老實說 我們用這些鑑粗鑽的時候 一樣做到豬籠鑽的效果 因為當然鑽的時候會很吵 但是會勉強做到豬籠鑽的效果 當然沒有它那麼膩 但是也會做到 所以我會保持一支 這些是什麼? 金牆的鑽嘴 所以其實 這些鑽嘴 是給大家一個小知識 因為其實 這麼粗 這支也非常貴 你不會經常用到 金牆不會經常用到 或者這些 都不是經常用到 但是 其實都是有個人的功用 好 今天的電動工具 就是講講小圓鑽 為什麼會用到小圓鑽呢? 因為它們方便 因為現在理電關係 這些小圓鑽越來越輕巧 面前這部 就是Milwaukee的12V 號碼是2522 推出了一段時間 也很多人喜歡 因為主要它輕巧 馬上開口給大家看看 裡面其實東西不太多 電視…不是的 然後還有主機 也有一個外置的罩 還有一些小量的碟 還有戒石和戒鐵的碟 都放在那邊 先講講這部機的功能 首先這部機相當之輕巧 你看看 拿上去的時候 好像雪糕 或者我們以前玩的 打球 很輕巧 裡面有什麼呢? 就是 這部機是一個 無碳刷的小圓鑽 有正車 也有反車 也有逆時針 也有逆時針 轉速是2萬個RPM Rotation Per Minute 先開聲給大家看看 12V的電池 先用正車試試看 聽到嗎? 是馬上煞的電子煞車 也有反車 電子煞車 LED燈 方便在那裡很輕鬆 插在這裡 用小的位置 絕對絕對輕巧 另外它加了一個罩 裝上去其實很簡單 只要吸它下去 吸它下去 變成一把可以推的鑽 其實就好像 變成一把 我們以前大友介紹過的 一把推的鑽 記住 由於它跟來的時候 是有兩種的 一個是磨鐵 或者是刺碟 第三吋的 另外一隻 就是刺瓦的 為什麼我要說這件事呢? 即是它不建議你鑽木 好像大約這樣 這個是鑽木碟 由於它這個 當它沒有罩的時候 它是不建議你鑽木 鑽不鑽到呢? 或者我之後再試給大家看 所以主要功用 就是用來刺瓦仔 或者磨鐵 或者用來刺鐵 這把呢 就是這個 這個Milwaukee12V的小圓鑽 價錢 其實價錢 是有少少貴的 我覺得 它的剩機呢 因為外面公佈大概 on and off 大概2000元港幣 剩機 所以是可貴的 但是這把東西 是靈活的 大家會說 嘩,澤Sir這把 沒有炭產Milwaukee 很吸引 但價錢有少少拿來 市場上 有沒有其他的選擇呢? 是... 就是有的 我現在告訴大家 讓大家看看 什麼來的呢? 就是這一部 剛剛我收到威克斯 就寄了一台來給我玩一下 那這台是什麼呢? 亦都是小圓 其實樣子呢 感覺很像 那我開一下給大家看看 打開裡面 這個是威克斯的 叫做chopper 就是吉野的 是WX801 WX801 橙電系 我相信在美國應該已經開始開賣了 剛好運到來香港 打開盒給大家看看 裡面有 嘩 對了 沒錯 一把丁線那麼大 的小圓腳 看看 看看 跟剛才那把 真的很像 插進去的時候 好像一個 裝飾品 那樣 就可以拿來用 這個套子裡面 還有 隔電池 也有叉機 這些不需要 這個盒子其實 拿走了 這個盒子 這個盒子OK 又可以用來裝工具 其實小小 那也是 好盒子方面 OK 沒錯 也跟剛才 Milwaukee那隻 一樣 有 加鐵用 也有 雞瓦仔用 也有磨碟 即是磨金屬用 先買一邊 好 這部機是20W 橙電系列 如果大家有開金剛 小原具的系列 都可以用它 插進去看看 好 看上去 少了一樣東西 就是沒有了 正飯車 而這部Chopper 是有炭刷的 聽聲 OK 是說一萬九千轉RPM 記住 剛才我所說兩萬 和這個一萬九 都是說No Low Speed 即是不負在地時候的轉速 所以呢 哇 這麼小也這麼快 其實轉速的東西 就要大家心照 好了 碟方面 一樣都是說三寸碟 罩是可以動的 即是說有些不同的地方 是可以動的 方便自己抓 例如我早上去做 做一個換廁所的時候 有些地方是非常麻煩的 即是我用一把剪機是做不到的 到時 最後都是用手 拉拉拉拉了很久才可以 但如果有這把的時候 其實因為它輕巧 然後放進去的時候 轉一些不同的位置 很輕巧 我想到拿出外牆 即是穿一些比較細微的東西 其實是很方便的 所以這把 插在這裡的時候 其實挺有型 也挺輕巧 這把就是 叫什麼名字 就是Wox WX801 的小圓腳 12W 20W 以及這把帶有的 都是12W 價錢 大家說 還沒說這個價錢的時候 其實這部 為什麼不說呢 因為我收到消息 頗便宜 好像說 一套東西 一千元都不用 不要聽錯 一千元都不用 即是這部 正機是二千元 加上電池 大概二千三千左右 但是這台 是一千元都不用 不是買廣告 只不過我收到消息 大概一千元都不用 所以這台 Chopper 我覺得 DIY也好 有時候可以摸一下東西 有時候可以切一下東西 在家裡是挺好用的 所以這台 這台 我覺得是不錯的 這台Wox 小圓腳 我現在出去示範給大家看 就是這台 1個 在西瓜 最低的 並在上 1個 兩個 2個 他的 2個 1個 油 5個 1個 1個 取用 2個 2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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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